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重新福利 今天我们要来看比赛亚书第29章 在这里提到关于耶路撒冷的信息 亚利以勒意思是祭坛的卢 在这里也是指耶路撒冷大卫城特别的名称 大卫安宁的城意思是一只卢如泰山从未被人攻破 但因着犹大的罪恶神要刑罚犹达 即便仍然有敬拜有献祭 但是已经失去神就失去一切的平安福气 神掌权之后那一些残暴的敌人 经文记载如同细微的灰尘 这里可以看见我们天上的君王 为耶路撒冷成私行拯救的手 说所有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国家都要罗梦一般消失 神说道看到的人害怕怀疑不相信吗 凭着他们的愚蠢 神也注入了沉睡的灵在他们当中 所有的意向还有将来的事全部都密封了起来 十一节告诉我们所有的漠视 你们看如风筑的书卷 上帝向我们揭露了原因 不是书卷加密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篇章 问题出在你们耶路撒冷的灵秀身上 他们有加密的眼睛和头脑 因此独不明白 清楚的言语为何变成暧昧不明 一到十节提出 百姓对现话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使他们拒绝接受漠视 我们需要的是将加密的锁从心中除去 拿走对上帝不切实际的期待 轻慢的心 抗拒真理的态度 上帝的话语就能深入我们的心 成为医治我们被命的流量 十三十四节提到 百姓在行星上偏离真心的敬畏 神知道他们的内心 人们嘴上说要精进神 但实际却行不出来 仅仅做出一些表面功夫而已 因此神要审判他们 我们都可能假冒为善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常常留意行事 或忽略了如何爱神 如何向神为生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神的子民 就必须顺从并以诚实的心来敬拜神 诗篇139篇提到 我们明白到神检查我们 并知道我们的一切 但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愚蠢到认为 神看不见他们所做的一切 不合神心意的事 但神的话语记出 必不忽然返回 常常人心难测 人的基本态度决定了 上帝话语对人的影响 神应许容人会听见 书里面说说的 瞎眼却会看见 脱去阴霾阴暗 卑微的人要充满来自上主的喜乐 因为有一群人 他们愿意对上帝心存敬畏 当以色列百姓看到 神赐给他们的福分 就愿意更多来到 上帝的面前寻求他 那时 悖逆的也会得到 悟性 抱怨的也要受到神的教导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 神都知道 也都查验 神的工作一直都在 当他的百姓愿意 遵他的名为圣 坚信引靠他时 神的百姓也必蒙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是你神所做的功 愿向帝的心意能够成就在 属你 爱你的百姓身上 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